为让大家能够过个好年 清水区安宁派出所每年都会洗手 当地的公庙跟企业等单位 捐赠棉被、沙拉油等民生物资 给当地的弱势家庭 现场跟找来热爱写书法的远景辉豪 赠春联给民众 场面热闹又温馨 清水分局长亲自招呼民众 要将打包好的物资送到每个人手上 清水安宁派出所 为了让辖区内的独居老人 及弱势家庭能够过好年 明年找来企业单位以及公庙来提供物资 像是白米、酱油及泡面等等 希望让民众能够感受到社会温馨的一面 我们警察机关在地方上 从事治安、交通、温民服务的三大工作 但是不忘记跟地方的企业界 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做慈善公益 民众非常的踊跃 希望在地区的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过一个好年 用的、吃的、什么都有 就是全部都有 也感谢警警察他们帮助我们 远景仔细写书法 自体流畅大气 除了捐赠物之外 为了增添过年的氛围 活动现场还特地找来热爱写书法的 两位远景同好 当场辉豪要赠送春联给地方的民众 他今年是我们第二年邀请他来 因为去年他来就广受好评 大家就觉得这样子更有过年的气氛 希望说可以让这个活动再继续延续下去 提供我们的春联讨个吉祥的如意 让他们过个好年 很感谢这些我们首长大力的去募资 是觉得我们这些志工大家都做得很高兴 大家心情都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弱势的基民 大家都做得很欢心这样 天气转暖就像这些帮助弱势家庭的志工 给予的温暖一样 大家也希望能够借此活动 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社会充满更多的正能量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导